太阳上上来 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非常高兴 9月5号星期二 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那当然今天想跟各位来谈的是 中国总理李强出发 参加东盟峰会 那当然这一次 李强代表中方出席 东盟峰会 大家关注的焦点 可能反而是美国总统拜登 过门不入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知道早早的时候 印尼的总统左科维多多 为了配合美国大统领 参加G20峰会 路过东南亚的时候 刚好来参加东盟峰会 所以把这个时间瞧 听说跟拜登的幕僚 瞧来瞧去就瞧到了 马上9月5号到9月7号 召开东盟峰会 那就是完全配合 因为这边东盟刚好完了以后 就接着去了G20 但是拜登真的不给面子 那这个就说不去了 我们瞧了半天还是不去 那当然 这个左科维多多一定很失望 对不对 但是拜登说 你不要失望 我派我的高级别的副手 这个就是美国副总统 哈里斯代表本人 这个亲自参加东盟峰会 但是各位必须理解 今天的东盟跟美国的关系 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紧密 虽然我们看到 这些年拜登上台之后 在加大关于 这个美国重返东南亚 跟东盟的关系 那这个派一些高官 在这个东南亚国家 不停的穿梭访问 当然也看得出来 美国的政策是非常的摇摆 因为回头去看 当年欧巴马执政的时候 从这个2008年 到2016年 那段执政期间 大概前前后后 他本人来东南亚大概七次 跟那个东南亚十个国家 东盟十国领导人 那见面不计其数了 那你就知道当时 这个在欧巴马任内的时候 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 还非常高 那时候 中国跟东盟的关系 还没那么紧密 对不对 但是也看得出来 欧巴马那时候 就是希望美国在越战 撤出这个东南亚之后 实际上在1979年之后 美国真的是跑得很快 整个东南亚那时候 终于跳脱越战的泥沼 这个跑掉了 那打死都不想回东南亚 但是随着局势改变 慢慢美术冷战结束之后 到了欧巴马时代 看到中国的崛起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来说 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所以他的任内 不停的在东南亚 进进出出 七次你就知道 东南亚国家 那时候跟美国的关系 是怎么样 好了特朗普来了 特朗普那种保护主义 对不对 至少门前选 修管他人 瓦上双的概念 我管你的 对不对 你们东南亚国家 对不对 对他眼里看 不上不了台面了 根本不屑 不理 就连这个拜登上台之后 也不是很有礼貌 在2022年的5月 把这个东盟领导人 这个终于叫到白宫 之前他叫过一次 大家都以疫情理由不参加 那当时就新加坡的总理 这个李显龙 这个硬了头皮 就去了 因为毕竟新加坡 跟美国的关系 新加坡也不希望 这个美新之间的关系 生变 所以据说那一次 就李显龙一个道 两个人挺尴尬的 后来 这个美国又瞧 说你们疫情总会缓解 对不对 瞧瞧瞧瞧 瞧到2022年的5月 终于把这个东盟领导人 拉到白宫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不来的 一定要把他们拉到白宫 大家就心不甘情不愿的 去了一趟 但是了无心意 了无心意 因为毕竟 大家必须理解 在过去这20多年当中 中国跟东盟国家的交往 是真心诚意 要说别的 光是一带一路 在东盟国家当中 大大型的项目 就35个 36个项目 启动 那个动不动 都是几亿几亿的 这个整个大家合作方案 基础建设 比如说像那个 亚冠高铁 就是中老铁路 这些都是属于一带一路大项目 那个都中国投了很多钱 那你就知道中国在东盟之间 是低头做事 这个不求表现 那当然学的时间很快 后来RCEP 对不对 东盟这个等于算是加三 中国就跟东盟 签了一个 这个比较大区域性的 RCEP 这个经济 等于算是一个 算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就签了 那当然呢 那个关系就不在话下 对不对 而且听说这个自贸区 最近又在谈判 这个关于中国跟东盟的自贸区 要到3.0版本 要升级了 那范围要更大 因为以前是一个比较 就是门槛不高的 一个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大家初步只是关税互相减免 开放逐步开放市场 但从1.0 2.0线到3.0 那那个范围要开得更多 比如说服务业 电信业 什么金融业 是不是都要在谈判的范畴里面 那就知道 中国跟东盟的关系是 不停的在升温 当然这次拜登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幕僚团队 的规划实际上 还不符合拜登心理的要求 拜登 有拜登的盘算 因为拜登毕竟是 老的外交 算外交 打滚那么多年 对不对 从当年的国会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到副总统 在欧巴马任内 他都是搞外交的 后来呢 中间又回来 中间休息几年之后 又回来当总统 外交对他来讲 如果要填那个 找工作 要填CV 那他的强项 专场一定写外交 不是其他的 好了 那当然为什么这一次 在东南亚他有这么一番操作 实际上他不是真的跟佐科维多多过不去 他是为了要凸显两个人 一个是印度的莫迪 这个一定要凸显一下 对不对 感觉到呢 他跟这个G20 他是多么的重视 尤其是莫迪 虽然莫迪 挺滑溜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莫迪至少点头 加入印太战略 获得了什么这些事情 加大力度 这个嘴巴都缩缩而已 还没有真的具体的表现 那但是呢 美国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 觉得说你看 印度那么大的国家 如果能够真的加入这个印太战略 将来啊 这个对付中国 我就靠印度了 这头就靠印度了 我美国就不插手 不来了啊 那当然印度人多嘛 那各方面跟中国 还有边界矛盾嘛 但他大概不知道 最近军长级别谈判嘛 双方有一些共识 那当然呢 这个这是他的目的 所以你说印度啊 这个买在俄乌冲突之后 买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 甚至据说 还有一些倒卖出去 美国都当没看到 这个到美国国业也吃了 回头买法国阵风战机 美国当也没发生 这个反正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切为中国 只要把印度给稳住 那这个不买我飞机 这个小事情 只是军火商 少赚点啊 那当然呢 这个甚至呢 你倒卖 这个天然气石油 哎呀就卖卖吧 赚赚小钱嘛 让你能够图个温饱啊 这种事情他都不会放在身 这个这个嘴上 要是别的国家 那早就踏乏了 踏乏了啊 所以甚至这次亲自去印度啊 就是希望美印关系啊 能够哎再拉升一下啊 那当然也看得出来呢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越南啊 这个在东盟国家当中啊 越南是一个非常积极活跃的国家 在越战结束之后 那这个越南就这个统一了嘛 对不对啊 那当然呢 越南呢 因为地理位置啊 甚至受到中国的影响啊 他的经济发展非常快速 但越南是一个非常年轻 有活力的国家 大概现在人口超过一个亿 已经超过一个亿啊 大概平均年龄呢 只有23.5岁 所以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生产力 有活力的国家 而且越南的领导人啊 他们呢 这个虽然还是共产主义啊 但是啊 他们是比较罕见的 跟美国 日本 中国 欧洲 还有韩国啊 还有英国 签了各式各样的这种自由贸易协定 比如说有FDA的啦 RCEP啦 还有一个叫做CPTPP 什么诸无此类签了一大堆啊 还有这些都看得出来呢 这个越南呢 在这个经济发展上 他是非常的活跃 因为很多人在越南呢 都有投资做生意的朋友 他们都谈到一点 因为整个东盟国家当中啊 越南的劳动力市场 比较有活力 这个积极性比较高一点啊 那当然中国是不用说 但是因为有一些东盟国家 他的这个气候啊 各种因素啊 这个劳动力的表现啊 没有那么好啊 越南这边呢 这个比较活嘛 因为坦白讲 这个大概如果要追溯 超过大概十年前 大量的这个华商啊 台商啊什么商啊 就来到了越南啊发展 那电子业呢 尤其在北部啊 北部这一块 电子业 电子业非常的发达 因为呢 越南的这个北部啊 距离什么广西啊 这边啊 就是一两百 两百多公里 那个你想想看 这个半成品大量的 从中国啊 就边界就来了 不管海运 陆运就到越南 然后加工 加工之后什么 出口去卖给美国 卖给日本 卖给英国啊 所以这个越南呢 这些年啊 还挺富裕的 好 那当然美国现在看到 在所谓的啊 就是包围中国啊 讲的真的 就能包围中国 一头一尾 非常的重要 刚刚进南海 第一个国家 越南对不对 那边是菲律宾 小马已经搞定 后面是印度 一个头一个尾 要兜住啊 兜住 所以这一次啊 他去越南啊 基本上呢 让这个中国啊 感觉到说 哎 我跟越南 那么多年建立了关系啊 被美国给插手了嘛 当然越南 有越南的盘算 越南会邀 拜登啊 欢迎拜登 拜登一定说 我要来啊 什么什么啊 那当然呢 这个 没有理由不欢迎嘛 对不对 这个东盟他都不去了 就来我越南 对于领导人来讲 越南领导人来讲 这是一个挺上面子的事 当然越南很聪明啊 据说越南这些啊 这些天啊 正在跟中国外交部啊 在瞧一件事 有没有可能啊 在拜登到越南访问 之前或之后 中方领导人啊 也欢迎来越南访问 听说现在还在瞧 还在瞧 当然中国这时候 还没有正式对外的 到结稿为止 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宣布 但是越南还在瞧 越南也不希望 因为拜登来了 两边搞砸 跟中国的关系搞砸 但越南最终要想 为什么要 愿意啊 欢迎这个拜登嘛 理论上他也可以说 最近刚好不方便啊 我们领导人也去 东盟开会啊 住此类的啊 但他为什么欢迎 因为啊 他现在发现一件事情 在越战结束之后啊 因为越战的时候呢 结束之后的这个 美苏冷战还在进行 当时的苏联啊 这个在金兰湾啊 这边呢 有有有等于有军港 有机 有这个有这个 飞机啊 所以当时呢 从海参崴跟金兰湾之间啊 这个苏联的轰炸机啊 这个土九五 在这边飞来飞去啊 这个就等于算是 给美国示威嘛 那所以这个越南跟苏联的关系 之紧密 到苏联瓦解之后的俄罗斯 关系还是非常紧密 虽然有点远 但是关系非常紧密 因为毕竟当年啊 能够把美国人轰出越南了 这个 这个苏联老大哥也帮很大的忙嘛 不管在武器啊 装备啊 经费 那当然呢 在这个后面呢 就看得出来啊 他到现在 他的部队大概差不多有 42万的兵力啊 越南的兵力很厉害啊 你不要看他那个 国土这样子细细长长的 他的这个长辈役啊 士兵啊 海陆空 42万啊 那他的这个光是装甲车啊 大概4000多辆 空军15000人 战斗机啊 什么运输机 什么直升机加起来 420架 那海军呢 大概有4万2000多人啊 船舰呢 大概有130多艘大小船舰啊 那整个看起来呢 在全世界的军力啊 最新啊 这个2020年的统计吧 排到第23名啊 那当然呢 呃泰国是24 之前泰国23 他24 反正他们两个军力呢 呃就是在整个东南亚 泰国跟越南啊 这样子变来变去啊 当然呢 这个住在东南半岛的人都知道呢 越南人啊 很汉 对不对 有人叫东南亚小霸王 如果你在美国啊 比如说像纽约啊 洛杉矶啊 这些越南人呢 比较多的地方 你都知道啊 这个越南人啊 哎这个很彪悍的哈 尤其是如果要越南人混帮派 那更是狠角色哈 所以这个大家 这个可能住在美国的朋友 大概都能了解越南人的那种风格 那住在澳大利亚 这个西尼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有一个区啊 那个就叫小越南啊 对不对 所有的那个讲的语言啊 什么杂货店餐厅 什么都是越南人啊 这个当然跟后来的这个越南难民有关了 但是看得出来越南人啊 他的那种生存力啊 特别强 所以这个越南在东南亚来讲呢 他就看到现在一个大问题 过去啊 他的军事装备啊 都是从当年的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啊 那但是现在俄罗斯看到 因为俄乌冲突嘛 对不对 不管输赢了 短时间俄罗斯的装备啊 自己都不够用 那对他这个庞大的军事力量来讲呢 这个要提升嘛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放眼看去 全世界的最大军火商 那就美国人嘛 对不对 他找美国 他为什么不太找中国呢 因为他知道他跟中国过去有过那种 对不对 摩擦嘛 那当然呢 这个如果拿中国装备 改天中国不给了 零件啊什么 他就没戏了 对不对 所以他怎么样想啊 能不能啊 现在干脆来啊 这个太坏一下 趁着现在呢 这个国力还不错的时候 换一批啊美制装备 当然美国啊 不是不知道越南的想法 想买美制装备这件事 但拜登啊 一定调的卖吗 对不对 那一定早就有消息是 放话说 我们越南啊 对美制装备 美制战机 美国是什么什么 所以美国当时啊 后来就叫了那个 丙席月 各位记得吧 什么去越南访问 他跑去干嘛 他推销韩国军火 韩国现在有那种轻型战机 什么FT50 他有什么黑豹战车 又有什么自走炮 反正呢 这个影席月去推销 但是越南呢 可能看了一看 觉得韩国货 还不够厉害 他干脆想直接 买美国的军火 当然美国呢 这个也在盘算 就是看你越南啊 投向我的怀抱有多少 你别买了一堆美制武器 你还是跟中国啊 藕断失联 这个他不答应啊 听说这次拜登去啊 越南10号要去 要提什么呢 说美国准备啊 在越南打造一个 东南亚半导体中心 就类似现在的 譬如说台湾 台积电啊 什么这些半导体产业 将来我在越南 复制一个啊 因为这个最近美国 这个共和党吧 候选人已经说了 说2028年之后啊 美国如果能够把台湾的 半导体产业啊 慢慢都移植到美国去之后 那关于台湾呢 他们就放了 不管了啊 基本上 他们现在还在挺台湾 就是因为半导体产业 当然越南领导人 软负重呢 也不笨啊 知道呢 你基本上 今天芯片法案 也没剩下多少钱了 要打造半导体的 这个产业链 也不是说你美国说 马上就成型啊 对不对 你美国自己都搞不定啊 你半导体产业 也不过就设计啊 那个制造封装 你根本没那能力 还把人家那些压到 美国去设厂 还搞不定你还想打造我 对不对 所以越南人啊 软负重也没把他戳破啊 越南领导人没戳破 反正就看 你10号来怎么演啊 当然看得出来呢 美国现在的战略布局啊 实际上他发现 东盟跟中国的关系啊 太紧密 基本上他有点想放弃 放弃东盟了啦 懒得理了 懒得理了啊 那他现在只要抓两个 一个印度 一个越南 因为菲律宾已经搞定啊 那个不会叫的轮子 没有油吃啊 会叫的轮子 有油吃啊 一个是越南 一个是印度 你看越不乖 给的越多 对不对 越不听话 给的越多啊 所以这次 美国去呢 最终要到越南啊 就代表美国对未来的东盟啊 已经放弃了 东盟跟中国搞RCEP 这这真的是太那个了 对不对 所以啊 左科大概也知道 没戏了啊 那当然呢 这个连泰国的新总理啊 这么一看 这个东盟啊 我也不必去开了 因为这样呢 会得罪美国人嘛 因为呢 这个泰国跟美国的关系 还是很紧密啊 所以这个新任的泰国总理呢 就说这个我派个代表 代表去就好了啊 好 所以整体来看呢 现在东南亚的局势呢 非常的 变化非常的快速啊 当然美国的布局呢 也慢慢慢慢 扶上台面 看得出来呢 他在印太战略上 印度 越南 菲律宾 这边一抓 把南海 马六甲海峡 这边一封啊 基本上是美国的盘算 但是 能不能如拜登所愿 真的 把这个整个战略布局好啊 我觉得还值得观察 因为毕竟我们讲过 越南呢 是东南亚小霸王啊 也不是那么 三言两语啊 忽悠一下啊 这个卖两个什么 飞弹啊 卖两个大炮 就能搞定的国家啊 这个好戏还在后面啊 但也真的看得出来啊 美国的东南亚战略啊 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啊 那这个也值得我们将来继续追踪观察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也谢谢各位昨天啊 在下方留言表达您的观点 因为昨天我们谈到关于华为啊 这一次所谓的 奇袭啊 让美国呢 是突然之间啊 束手无策 但也看得出来 未来的美国攻势啊 会更加的强大来进攻啊 那不管是东南亚的布局 或者半导体的产业 都是值得我们做好准备啊 迎起未来更大的挑战 今天非常感恩各位的支持 也谢谢各位的留言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欢迎订阅 还没有分享的朋友 帮我分享一下 那关心国际大事 一定锁定精卫点评哦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